哎,看看这房子,妈呀,这啥房子啊,158平卖798万 哎呦,我女儿太有智慧了,一句话突破盲茬的哈 为啥上那排队去,那不都长得一样吗,有道理啊宝贝 哎呦,我都快感动哭了,这太舒服了 我想上一屋 上哪 一屋 这是我起飞那天啊,就是买的东西,水啊,牛奶什么的,给我鬼姑女儿买的 我先下楼去取 忘拿上来了刚才,其实直接拿上来应该很方便 我选择这个字体点,历劫超市,我还不知道在哪呢,房东说就在楼下 我看看哈 这有照片,出去看看 还挺方便的 我看看,这楼下是一个 我女儿刚才就看着了,我女儿说呢,这是一个百货公司吗 这应该是一个小,就小吃的一个市集吧,下面应该有 我看看 历劫超市 历劫超市 这边有个警卫我问一下 你好,请问一下历劫那个超市在哪啊 美团字体地 啊,就这里哈,谢谢 哦,谢谢 好好,谢谢 就在这儿 那真的是挺近的,楼下就是 就这个历劫 我烫烫 啊,谢谢 啊,这奶这样放的不会吗 这不是鲜奶吗 这个是他们早上点的外皮的哦 那这样子可能我就整第二个 那怎么办呢,这样 好了,你就退嘛 哦,我 因为早上来就先奶不可能 先奶的话肯定是放冰箱的 没有,他们一般都没有 因为早上,来看一下空腿 看一下,我看他写的是要不要冷藏什么 你看这个有点凉凉的吗 你看呢,本品为冷藏品,有没有 这后边有写 你看呢,要储存条件 2到6度低温冷藏 你这开,开冷气也达不到 对不对 那我退了吧,这可能坏了 你看老板要吧 哈哈哈哈 我要一个,拌牛肉的 牛肉,不要辣酱的肉吗 不要辣 我女儿厉害了,每天一个国魁啊 就爱上这国魁了,简直了 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边吃这个粉蒸 然后她说她要先买国魁 她先吃国魁 然后老板我们在那聊天 两个夫妻两个可爱说话了 然后在那聊天就说 她在高中毕业了 我说高中 我说小学毕业 啊,这小学毕业长这么高 在哪像小学 闲聊了一会儿 那老板也说说 戴着口罩啊 也看不清脸 看不出多大孩子 你大家看 好 它有笋丝,海带丝 看一下,看一下 跟这个牛肉 牛肉它都是用秤的 其实量挺大的 好吃哈 我女儿是只要了麻油 没要那个辣椒油 嗯 走,我们去吃粉蒸 你妈,我都担心我这粉蒸 能不能这会儿给我卖完了 我在网上查说生意贼好 你看它外边那桌子全是宝贝 看到不 嗯 嗯 成都人就这样的 就这么休闲 特别松弛的一个城市 就摆在马路上吃 不管是烧烤冒菜啥都是 来了来了 你看 他们的小蒸笼 这样 先去买票是吗 嗯 谢谢 室内是这样的 哇 你咸烧白好像没有了 咸烧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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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么早来就没了 请问那土豆烧排骨是辣的吗 有一点点 用我们这个豆瓣 吃上豆瓣 还好不会太辣 我们吃是正常味道 哈哈哈哈 那我要一个粉蒸牛肉 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 土豆烧排骨 哎 萝卜烧牛肉跟土豆排骨 哪个比较不会辣 哎一个味道 一样的味道 对一个味道 有我们的红油豆瓣 宝贝你想吃哪个 一样 啊 都可以 那我就土豆烧排骨 是红烧肉 有点肥 是红烧肉 但是有点肥哈 至少个桌子坐吧 哦呦呦 淋上蒜跟香菜 哎呦 还有一个哈 我点的啥 粉蒸排骨粉蒸肉好像是哈 这样的一份是13块 谢谢 好了 大蒜烧肥肠 20 这个是土豆烧排骨 18 这个青菜好像3块 然后这个是粉蒸排骨 粉蒸牛肉 都是13块一份 我要开豆了 哈长你看哪个好吃 先吃肉啊 女儿无从下手 那锅回去完了 这么快 哎妈我口水之粉 很密啊朋友们不能拍了不能拍了啊 没买到鲜烧白超遗憾的 然后老板说中午的话大概就六七十份 说自己做的很麻烦 然后晚上会再有 那我就晚上看看吧 来个外带 都会软烂 刚才我吃了一口这个肥肠 软绵绵的超好吃 然后他切的就很干净 里面没有很多油了 啊好吃 吃不到臭的味道 所以米饭主要是拿来吸油的 好吃吗 这粉蒸肉 粉蒸肉宝贝要不要尝一个 大家先尝尝 嗯 好吃 好吃 他们家是一个老店楼 昨天在网上爬文说 从老店呢 就吃到 现在这个是新的店 你看 那照片楼老店 小蒸笼以前就这个哈 好 始于1995年 有啥别说了 有十粒吧 我真的要撑爆炸了 我女儿没吃几口 几乎都我吃了 你看他吃了一个锅盔 我女儿现在胃很小 几乎那也饱了 这剩的点我吃不了了 实在吃不了了 看起来就是看起来颜色都是重的 就是重口味这种 不会辣 然后呢也不会咸 不会说口味很咸 像我没怎么吃饭 我就吃了几口饭 这都收走了 就是中午的吃饭时间要过了 其实现在才一点钟过一点点而已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孩子锅盔那里 就是这个咱们咱们的社区里的 看到没 算很贵 贵啊 不看太阳公园 咱就说这世貌预警 就是咱们后边这个社区 有比台北贵吗 我不知道台北啥价格 好吧 但这儿真的不便宜 这个户型比较好 有太大了 171平呢 这个少点啊 嗯 可能户型不好 这就南北通透的 有北房间什么的 这个也算通透 但是就是 跟阳台呀 然后这个卫生间什么才能通透 房间跟房间之间没有通透 这是一环路内 看这儿 这些老房子现在都围起来要拆了 我觉得很老的房子了 房价太贵了 我刚才一看 这应该是一环路内 然后 交地铁的话 这边还挺方便的 两条线 就是我刚才就咱们住这个社区 我看还有什么 就是 社区门禁呢 什么都挺好的 里边的绿化也特别好 门禁的话 我看就是 不让他们禁什么的 查的还算挺严的 嗯 但不到物业费多少钱 我就在门口路过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这边我的妈呀 三万多人民币 一个平方米 我的妈呀 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要三四百万 四五百万 太吓人了 我女儿问我是软妹币吗 我说对人民币 太吓人了 哎呦我都快感动哭了 这太舒服了 我这要送我爸妈按 那个什么 肩颈按摩仪 我现在按腿了 哎呦我这两天用腿过度了 腿肺了 这现在也按太舒服了 忽略我这个腿粗细的问题啊 这两天用腿过度了 然后刚才我一下看到 行李箱里边的按摩仪 马上充电 送我爸妈的 先自己用上 太爽了 哎呦我天 大帮你用不 我用 等着啊 等我的时间到了给你用 这是我房间看出去的夜景 是不是还不错啊 万家灯火的 哎呦姑娘 嗯 我们这你说来玩了咱们都没有去什么景点这样好吗 好啊 对啊 不是去那熊猫屁股那边吗 那就 哎呀妈熊猫屁股那要景点 哎呀对啊 那么多人在那拍照是吗 对啊 那 那咱们那个要那什么吗 你想去熊猫谷吗 或者是熊猫什么动物鸡 什么什么熊猫动物鸡地啊什么的 不去 不去 来成都他们都去 但那个要起早 要在门口排队说很多人什么的 那就不用了 不用啊 根本起不来 那上成都不都得看熊猫 不用啊 台北就有了 哈哈 东北就有了 哎呦对啊 可是那多啊 我这比较多 那都长一样了 哎 对哎 那么多 黑白黑白的 哈哈哈 哎呦我天我女儿这真的是 哎你这你这突破茫长了 宝贝 哎呦我女儿太有智慧了 一句话突破茫长呢 为啥从她排队下 那不都长得一样吗 哈哈哈哈 有道理好宝贝 咱俩刚才下雨就回来躺了一下 一不小心睡着了 嗯 是吧 我要上义屋 上哪 义屋 义屋 嗯 义屋 这叫义屋哦 嗯 对 小商品那个哦 嗯 那那有啥吃的啊 那地方 去买小商品啊 哎呀妈呀 那我可不跟你去 你这好歹算是拿那什么波波鸡 吸烟我来的 我让我老带我去 哈哈哈 你老是最好吃的 有劲儿带你上那去 哈哈哈 还义屋 义屋就没啥好吃的 我可不跟你去 你这好歹你说要来 我一听还有波波鸡啊 还有这些什么辣的什么东西 我还挺喜欢的 我女儿这两天迷恋上那个 郭奎了 是不是 嗯 我没有了 每天都要吃一顿 然后今天我睡醒了之后去看 没有了 冲下楼去 人家说八点半就没有了 明天咱们妈再给买啊 好早餐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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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